记者黄佩军台北报道,近日气温屡破高温,金用电又创今年新高,外界关心夏季供电状况。 而上月和31号机碎修期间发现问题,是否如其归对成供电重点,台电7日向元能会申请启动后,元能会今下午宣布同意,台电表示将依相关规定执行机组启动作业, 若顺利的话可按照原定时程完成。 而依原定目标,台电将在17日完成税修归对和31号机于4月3日开始进行税修,期间先发现机组17000多只热胶换罐中,有一只出现0.5公分裂纹,接住又传出紧急柴油发电机于一日运转测试时突然跳脱,外界优先安全性。 台电7日结束该机组碎修后,向元能会申请启动,元能会今表示已对送审文件内容进行审查,也赴现场就大修作业执行加强查证,并确认紧急柴油发电机为低润滑油压跳脱事件。 以厘清照音,同意台电启动核31号机,台电表示,目前机组已经完成大修,台电将依照相关规定执行启动作业,若顺利的话可按照原定时程完成。 而一原定目标,该机组将在17日完成碎修归队,相关测试及升载时间约需两天,而因核31号机装日容量高达95万千瓦,若顺利归队,可依注近3倍准率。 而今年热气温标32.5度,用电也再度打破今年记录,最高用电量发生于下午20两分,达3291.44万千瓦,被转率为6.05%,亮出黄灯,被转容量199.14万千瓦,也为历史5月份用电记录的第六名,之前传出用电最吃紧期间将发生在5月下旬。 而根据台电目前预测用电状况,5月下旬至6月中上旬,整体仍量出被转率为6%以上的黄灯,供电仍无余,而自6月下旬到7月则量出6%以下的橘灯,进入供电警戒期。 目前台电税修机组,除核31号机,95.1万千瓦,外,上包括台中7号机,55.0万千瓦,兴达1号机,50.0万千瓦,大弹6号机,72.5万千瓦,总装置容量超过270万千瓦,约占总被用率近8%,预计可在5月底前陆续上线。 而核22号机在启动案目前仍在原能会进行审查中,台电表示将配合原能会审查7成,目前不预估归队时间。